报社女戏者萌萌和阳光大男孩金亮相恋一年,终于走进婚姻的城堡。 从小知书达理的萌萌同意和公婆同住,却有死埋下无边的祸患。 他任气吞伤却依然逃不脱婆媳纠缠的怪圈,努力想当一个孝顺媳妇,却屡屡被挑战做人的底线。 同意屋檐下的新旧两代人,要经过多少风浪才能幸福安宁。 倾心相爱的两个年轻人,面对婚后的柴米油盐,如何找回最初的激情? 欢迎收听都市情感小说《媳妇底线》,演播小如。 不管怎么说,2007年的春节,总算没有了火药味。 金亮爸妈在春节前两周就提前回老家了,金亮则在春节时带着萌萌去旅游。 这的确是个轻松的假期,萌萌都快忘了自己什么时候还享受过这样轻松惬意的生活了。 可是,假日很快就过去了,萌萌和金亮坐在回国的班机上,想起第二天就要面临的工作,愁眉苦脸。 老公,我都已经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节奏了,尽量开导萌萌。 老婆呀,这人呢,还是要面对现实,啊。 回国第二天,萌萌就被调到热线部工作了,日子又按部就班地过下去,2007年就这样开始了。 上班第一天,萌萌出去跑了三个活儿,一个是有一个失恋女子要跳楼,一个是小区水管爆裂。 萌萌跑到现场才知道,没这事儿,还有一个是以老头非说自己家小狗会数数。 萌萌赶到现场,老头伸着不同的手指反复问小狗,这是几呀,这是几呀。 小狗只是愣神儿,后来,掘着屁股,拉了一抛屎。 萌萌赶回报社,又是傍晚了,只写了女子跳楼的事儿。 萌萌赶回报社,这次是总编辑来讯萌萌了。 这么刺激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儿,怎么写得这么平淡呢? 啊,刺激? 这本来是多吸引眼球的新闻啊。 总编辑把稿子啪一下扔到桌上。 可你写得平淡无奇。 我,我没觉得这新闻有多重要啊,这,这对大家生活有什么指导吗? 也不是什么好事儿,我觉得更,更谈不上重要啊。 哎呀,记者年龄大了,看来是不如年轻记者有激情了。 总编辑当着萌萌的面说。 萌萌失魂落魄地回到家,已经是月明星稀了。 她在洗手间洗完脸,突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发呆。 尽量进来,看见萌萌的样子。 怎么了,老婆,干嘛呢? 萌萌轻轻擦掉镜子上的水汽。 我好像老了,尽量扭头看着萌萌。 不老啊,你跟前几年一样。 不一样了。 周围没有权长在脸上,长在心里头了。 听着老婆这么说,尽量突然有些心酸,她搂住萌萌。 都怪我没能耐,没有好好养着你,让你这么累。 是我没能耐,是我。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。 谁啊,这么晚了,我去看看啊。 尽量跑过去,一看来电显示竟然是侯宝村的长途。 爸。 白天我手机没电,您电话也没接着。 对,晚上我和萌萌都在单位加班呢,所以家里就没人,这都是刚回来。 什么? 股票? 您赚了三万啊? 真的假的呀? 用五万赚三万? 哇塞,这股市火了,这么火呀。 行行行,我也开户去啊,我。 金亮,挂了电话,眼神突然有些迷离地看着萌萌。 哎,爸说,今年股市特火,它前两年五万块,被套得就剩一万多了,结果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股市疯涨,已经变八万多了。 萌萌也有些迷离。 我也听说好像是挺火的,我一同学,十万块钱, 前两年套得就剩五万了,现在变十六万了。 金亮,继续说梦话一般。 是啊,爸,爸说,爸说这股市火的呀,就是一大星星扔进去也得能挣好几万。 爸说,让咱赶紧开户去。 好,好呀,我明天豁出去不采访了,我开户去。 萌萌说话更像做梦了,两人就这样将信将疑地做了一晚上的发财梦。 萌萌说是第二天就开户,实际上一直没腾出时间,金亮也忙,拖了两个多星期。 萌萌才腾出一天的时间跑到证券交易所去开户。 此间,金亮爸妈早就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北京,当然是为了炒股。 金亮爸催了金亮好几次,让赶快去开户,说晚一天就要少挣好几笔呢。 萌萌在一个中午走进证券交易大厅,本想办完手续就吃午饭的。 萌萌,可谁想一进来头就大了,大厅里人几人,每个工作窗口前都排着大长队,一直排到门外头。 此时还算冬天,可屋里一股子人身上的汗味,再加上菜味,大厅的窗台上也摆满了饭盒和水杯。 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大厅里,或者席地而坐,或者坐在自己带来的小马渣上,盯着大盘上的数据。 此时已是中午,有的老人就打开饭盒,直接吃里头的凉饭。 大厅中间摆了几台台式电脑,义工人们查询,每台电脑前也挤了一堆老头老太太,居然都操作得极是熟练,就是眼神不佳。 萌萌挑了一个窗口排队,排了足足有三个小时才到窗口前。 他前面是一个头发花白,好像还有点半神不随的老头,走起路来都直颤忧,说话声音也含糊不清了。 我开货,买质金的货,还要买股票的货。 工作人员都几乎听不清他说什么,填表也看不清上头的字,折腾了足有半个小时,老人才办完手续。 萌萌心想,好家伙,就您这样还要炒基金和炒股票啊。 萌萌有心帮老人填,可又一想,这全是人家机密信息,自己也不好插手啊。 证券营业厅就工作到三点,再晚,这一下午的队可就白排了。 萌萌从证券大厅挤出来,已是满头大汗,腿脚发软,饿得心慌气短。 萌萌,这时,金亮又来电话催了。 萌萌,怎么着啊,这些办完手续没啊,我爸都替咱俩着急上了。 哎呀,办了,办了。 萌萌也有点不耐烦。 行,那你赶紧去工商银行啊,把钱存股市折子上,这样我明天就能买股票了,咱俩得赶紧赚钱啊。 听着老公一串的安排,萌萌心里也觉得生起了希望,配合地说,行,马上我就去工商银行。 他在路边小卖部买了一个包子,就跑到工商银行去了,一进银行又差点晕了,那也是一屋子黑压压的人。 学浩一看,他钱头还有二百多呢,据说今天又在卖什么基金,所以人是出奇的多。 萌萌此时都快饿得滴血糖了,扶着墙想找个座位歇会儿,可坐已经全被占满了,连四面墙壁都被人们靠满了,只好孤立无援的就处在原地。 还差十个号叫到萌萌的时候,五点了,工商银行的同志们下班了。 萌萌连生气的劲儿都没了,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了。 一直到周六,金亮才腾出一天时间,到工商银行取了号,一看,钱头有三百多人,金亮又赶回家睡了个午觉,再赶到银行,前面还有一百多号呢,又排了快俩小时的队,金亮终于把六万块钱存进了账号里。 金亮到家时,萌萌正接着叮铃的电话。 嗯,对,我们差不多也办好了,行,以后你买什么股票告诉我一声。 嗨,我也不懂。 挂了电话,萌萌跟金亮说,哎,丁灵也开户了,他说,他们单位一个老头炒股炒得特好,他请老头吃了几顿饭。 老头说了,以后要是买什么股票啊,都跟他说一声,他立刻就来告诉咱。 金亮高兴极了。 太好了,哎,我这儿还有咱爸呢,咱爸早值点咱们买好几个股了。 一个白领丽人的结婚七年,一代都市新女性的婚姻编年史,夫妻饮饰,家常离短,听一对本本组小菜鸟,面对职场,房贷,家庭的重重压力,和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,如何在生活的道路上展翅高飞。 都市情感小说,媳妇底线,正在播出,演播小如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两人正说着,电话又响了,金亮接起来,果然是老爸在问开户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。 啊,开完了开完了吧,今天钱也到账了,明天就能买股票。 对,对,您说的那几只股啊,我都记下来了。 哎,是啊,是啊,我先不急着还房款了,得赶紧炒股挣钱。 怎么了吧? 不是,没事,您说,怎么吞吞吐吐的呀? 是,什么? 你,把卢沟桥的房子卖了? 不是,不是,这,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? 刚,刚卖的? 四,四十五万? 萌萌一个机灵从沙发上坐起来,电话那头,金亮爸控制不住的兴奋了。 哈哈哈哈,这是啊,没了,你听我说啊,小亮。 哎呀,大赚啊,大赚啊,咱二十八万买的卢沟桥那套房,我买了四十五万。 哈哈哈哈,四十五万啊,凭空赚了十七万。 四十五万卖了,四十五万卖了。 金亮呆呆地重复着。 是啊,我不出手则已,一出手就要抓狠的,哈哈哈哈。 金亮爸得意极了。 可,可,可您住哪儿啊? 啊,房子,下个月交给人家,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商量,明天星期天,你来一下,我们商量商量。 金亮,挂了电话,愣愣地看着萌萌。 真行啊,他们,疯了吧,说卖就把房子给卖了,这,这被欠谁呀,这就逼着咱们赶紧买新房是吧。 金亮,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,明天,先去商量商量再说。 商量,商量什么呀,还有什么可商量的,这就是下最后通牒呀,逼着买房的最后通牒,要是不买新房,人家就要搬回来了。 不是,那我有什么办法呀,我总不能让我爸妈流落街头吧。 那这谁造成的呀,啊,谁让他们流落街头了,不是他们自己手机眼快把房子卖了,才让咱们这么被动吗? 明天我爸妈也把房子卖了,也住过来,行不行? 萌萌的声音,盖过了金亮的声音。 金亮痛苦地说。 哎呀,萌萌,咱们说好了不吵架,而且你知道跟我让没用,这不是我的主意呀。 总之,别想搬回来,我现在没法跟他们相处了。 萌萌走回自己的卧室,既然人家都逼到这份上了,买新房就买吧,希望你考虑咱们的承受能力。 现实就是现实。 当时,在澳大利亚那美好的生活,面对疯狂现实的时候,已经全成了泡沫。 电话里,金亮愁眉不展地问。 您二老,现在打算怎么办呀? 金亮妈兴奋地接过电话。 小亮,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? 哎呀,你知道你爸炒股有多棒,去年下半年他净赚三万块呀,咱这房他一捣手,又净赚十七万。 历历历历历,你爸给咱挣了二十万呢。 妈,就现在这股市行情,一大星星扔进去都能挣钱。 再说了,股市里的钱入贷为安,您现在光看股票净值,那不算,没准哪天又全给套上了呢。 哎呀,呸呸呸,老妈连翠金亮三口,什么套不套的,说话不吉利。 对门的南方人,都不让他儿子叫他爹,就怕沾着那个爹的晦气。 哎呀,妈,再说了,这房子呀,您是捣着一手赚十七万,可人捣房子的时候都是手里有好几套闲置房产才捣呢,哪有自己就这么一套房给捣出去的? 那您说,您再买,那得赔进去多少钱呢? 哎呀,小亮啊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 现在这房产市场投资也利好啊,咱再买一大的,我们这把年纪了,也就住几年,妈,以后这房子呀,还不是你们的,再一升值,你们也是精赚啊。 不是,哎呀,我希望您长命百岁,您也甭老说这房子以后是我的,行吗? 再说了,谁说这房子永远能升值啊,关键是咱现在拿什么买啊? 股票里的钱呢,我几个月就挣三万,我还没大炒呢,你再补点。 金亮都快愁死了,唉,现在也只能指望这个了,可我就算是现在带着您去买房,一个月就解决新房问题也太紧了,过了这一个月,您住哪儿啊? 金亮妈在一旁喊,你那个家我们不能住啊? 不是,妈,您看您这满屋的家具,您全塞我们那儿去,我们家也塞不下呀。 金亮不是推辞,她说的是真的。 金亮爸说,我是想啊,你能不能再租你们小区一个地下室,把我们家具啊,往地下室去不就完了,我们住你那个家。 金亮,长叹一口气,脑子里飞速转了一下,每月的房贷,再加上地下室的钱,还是亚运村的地下室,自己和萌萌的压力又大了不少,可爸妈眼瞅着就要无家可归了,真是能瞅死人。 他狠了狠心,这样吧,也别地下室了,有那钱我不如给您二老租个房子,您二位啊,就连家具一块搬过去吧。 二老一听,没能再回亚运村住上一阵子,都有点失望,金亮还是狠着心说, 这个月,我先赶紧带您看房,有合适的二手房,能立马搬过去最好,没有啊,就租房。 放下电话,金亮想,无休无止的看房日子,又要来了。 他回家,想跟萌萌汇报,可刚说到一半,萌萌就甭起了脸。 行了,只要不搬回来就行了,以后的事,也甭跟我说,我不想听。 萌萌,别这样,只能这样了,你带他们看房,甭带上我啊,爱租哪租哪,你想着点,咱这家就行了,别的事,我不管,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 老婆,咱呢,好好炒股,好好炒股,这些问题都能解决。 周一,萌萌正在采访现场,丁玲就火烧眉毛般地打来电话,报了三串数字。 快,老头说了,赶紧买这三只骨啊。 啊? 萌萌赶快拿笔记上,丁玲那头已经把电话挂了。 萌萌扔下采访对象,就拨电话给金亮。 哎,你守着电脑吗?被丢在一边的采访对象都直发愣。 守着呢? 萌萌抱上三串数。 老头说了,让买这三只,赶紧啊。 哦,行,我先看看啊。 看什么看呀,你炒过股吗你?老头让甘心买,你还不买,一会儿掌声去了,快快快快。 那,那我问我爸行吗? 问他干什么呀? 金亮也给催得手脚忙乱,赶快在电脑上操作,边操作边对手机说。 哎呦,天呐,天呐,蹭蹭蹭蹭蹭,蹭长啊,就这么会儿长两毛了。 你还不快点儿。 萌萌把采访对象扔一头了,完全无事于采访对象一脸尴尬的样子,只是自顾自地对着手机只跳脚。 快点儿,快点儿。 买上了,买上了。 嘿,现在就长着呢,眼瞅着这,直往上涨啊。 Zither Harp 昨天,那若有肆无的语言,感觉骂到手指尖,凌晨失去了初见。 听众朋友,刚刚您收听到的是都市情感小说《媳妇底线》。 演播,小如,感谢您的收听。 看你看我,看我们之间。 像羊条河流,彼此纠缠,又彼此蔓延。 愿你,愿我,愿你,愿我,愿我们之间。 能看似平凡,感觉温暖,渐渐淡淡淡,就好想看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